再來我要請問一下院長 您在您的施政報告裡面有提到雙語國家政策 您知道雙語國家政策我們提出了幾大策略嗎 有 我們雙語國家政策提升國家競爭力 那有關的相關的做法 我們都有一整個 抱歉時間暫停喔 那個為什麼只有教育部長站起來 國發會不用站起來嗎 有啊有啊 你後面 對啊 先要暫停一下 繼續跑 他們動作太慢了 那請問一下院長 策略裡面有幾個是三個院內要完成的喔 第一個是 英語資訊庫平台的建置 請問一下我們國發會的我們的主委 三個月內做得到嗎 做得到 因為三個月就OK了 百分之百喔 對 另外請問一下教育部 三個月內送法案到立法院來審議 三個月內做到了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也是往這個進度再執行 進度再執行 但做到嗎 三個月就 三月六號就到了耶 三月六號現在幾號了 跟委員報告主要的 所以我要說的是 以現在來講 雙語國家發展策略 這個到底玩真的玩假的 裡面KPI 國發會自己提出八 好多 我再問一個問題 叫政府服務雙語化 各部會官網全面雙語化 今年一年內要打百分之七十 做到部會請舉手 做到部會請舉手 跟委員報告這個是到年底 要到年底啊 要到年底啊 所以我要他們宣誓一下嘛 今年年底之前百分之七十做到請舉手 也跟委員報告這個國發會會在管控 我們現在已經在開始陸續在做處理了 所以我想我們到年底會跟你們的報告 你有信心所有都要做到 那再問一個 因為有提到需要額外的預算 所以請問院長你同意嗎 要額外預算啊 國發會有需要額外預算啊 因為你剛剛講的軍人的部分 警的部分都願意追加預算的嘛 有關於雙語國家政策部分 有提到教育部如需額外預算執行 這部分可務實編列 所以請問教育部會不會編列 你們會牽涉到非常非常多的經費喔 非常多喔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教育部到底有沒有要提出追加預算 你提了部長說他會給啊 是 跟委員報告 我想對於整個雙語的推動 本來就有一定的基礎 那當然確實也因為這次的強化措施 需要相關的這個經費喔 我想因為國發會會整個統籌 我們相關不會 這個部分是教育部如果認為有需要耶 這是在去年的12月6號嘛 那時候說的嘛 所以教育部如果有需要就要提出啊 那還有國發會來統籌要統籌多久 沒有跟委員報告 108年的部分我們會從我們相關的預算 跟這一個項目相符的部分去做一個雲資跟條螺 主委 109年的部分我們會變 這跟12月6號說法又改變喔 沒有改變啊 有改變 沒有啊 12月6號你說 都幾乎由各部會裡面今年預算去雲資 但教育部如需額外預算執行可惡實編列 有講怎麼會沒有講 沒有關係委員 我這知道從哪裡來的啊 這個政策是我們 要才一個月兩個月過了就變 不會 我們整個會支持這個雙語的政策 那這些政策在現有預算中當然是雲資 如果有需要追加我們都全力支持 這部分所以我要拜託 因為這事情真的會有影響 你如果從需要扎根 第一個法令要鬆綁嘛 是 內容不用講太多 再來一定要有經費嘛 因為現在其實雙語推動 都是錢從哪裡來 地方政府自己來啊 所以院長 現在雙語在學校的推動啊 叫做競爭力比較強的縣市 就跑比較快 但是問題是我們今天要推雙語 你總不能老是都都會去跑在前面吧 所以這個政策要做 本來就應該要有中央的錢來支持啊 才有辦法從教育開始推嘛 所以這個今年我就要看到要追加預算 有沒有問題 我們一定會支持這個政策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 有決心要做的事 好 那就院長要宣布 這是你有決心要做事喔 不是只是我們看不到一頁的內容 但是看不到實質的做法 所以這份就謝謝院長你的答覆 那主委你可以請回了 我再要請問的是 沒有 部長可以繼續留著 請問一下 院長你知不知道 我們有因為十二年國教所謂的新課綱 新課綱原來是107課綱 但是後來延了一年叫108課綱 那您知道為什麼會延一年嗎 我來說明好了 謝謝 如果你回答就不用回答 因為我當然知道你知道啊 我也知道就不用回答了嘛 我就叫院長知道嘛 那以今年來說 那我要請再回答 那代表院長 您今嘛 剛剛我為什麼問鬆綁 法令鬆綁啦 我看到行政院送出來的優先法案 弄起兩岸的啦 又繼續在搞政治啦 拚經濟沒什麼在拚 連教育都不管 我就沒看到剛剛講 鬆綁法令 列為你的優先法案啦 所以一樣的 我就看到院長 您對於教育議題 非常的不重視 今年最重要就是什麼 就是十二年國教的課綱要上路 但是你知道裡面問題有多大嗎 我想先請問一下部長 請問一下今年教科書來得及嗎 我跟委員報告 那麼有關要出版教科書的45份課綱都已經發佈 課綱我當然知道發佈 我問你教科書 你不要浪費我時間好不好 五月就是所有教科書都會出版都會審定完成 那之後 部長 最晚審定是 一般我們選書需要選書的幾月 我跟委員報告 五月嘛 就是五月嘛 因為很內行我也跟委員報告 因為確實也知道小一國一跟高一 所以這次在整個出版社上面 我們都能聚焦在整體計畫 但是是小一國一高一送審 所以在這樣的方式 這個我都知道 我當過教育局長 所以你不用跟我講 所以跟委員報告 現在就是以五月來完成整個教科書的審定 所以五月要審嘛 五月要選書嘛 五月你要來一起學校選書嘛 那請問一下 部長 這個院長你要仔細幫我們聽一下 一般我們以前來說 教科書 各領域的審定 從編寫到審定 一般都多久 好 跟委員報告 一般我們會用 這個送書到審書 送書到審書 大概差不多用一年的時間 但是這一次委員有特別的地方 是所有的草綱就公佈了 好 那你聽我講 他們也清楚從事做準備 我跟院長報告 教科書一般來說 一般是兩年 兩年啦 所以看看喔 來我們就看 今年小一 國一 高一要開始上路 總共影響的新生人數是62萬多 62萬多 所以62萬名學生 等於是白老鼠 因為我要跟院長說 教科書 部長說來了級 我要說 他可以這樣說 但是也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答案 因為教書的品質 我有極大的懷疑 所以再來看到 所以有那麼多學生 會受到108課綱的影響 我們再往下看 以以前來說 平均都是兩年的時間 兩年的時間 一年編書 一年審議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再往下看 以今年來說 108課綱 語文最早通過是什麼 國語文嘛 去年的一月完成 對不對 課綱完成 最晚完成的是什麼 社會跟自然 因為自然領域到去年的11月2號才完成 然後呢 11月2號完成喔 哪時候叫送書 最後 叫送書給大家審定 不曉得不告訴我們 多短的時間 11月2號 領綱才正式通過 哪時候書商叫把書 送給國教院審議 告訴我多久 是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一次是全面性的12年 國教課綱 因為我想委員都參與也都知道 所以當時在整個教科書跟課綱的發展 其實是兩年前就開始了 是沒錯啊 但是問題是 這一次也是變動最大的一次啊 因為是這樣的互動過程 其實書商出版社是更了解整個課綱設計的核心的 這一次比以前變動更大耶 所以你看自然科 好你說就算說大家在準備 但是你看看 以自然科為例 從領綱定案到五月選書才多久 六個月 六個月 我調查過之前我們教科書 就算就算最短的時間 就是一樣在民國100年時候嘛 最短多久 一年半 最短也一年半 因為教科書出來之後要什麼 一修二修三修 所以我先看一下 你看以自然科 回到剛剛講 好你看到保險往下 流程來說 一修二修三修 我就算最短一年十個月啦 再來看看自然領綱 自然科 六個月 社會科多久 也是六個月 但院長您知道 這個社會科改變很大耶 尤其歷史 從編年改成什麼 專題 改變那麼大喔 六個月 六個月 教科書要從編 到審 到定案 到選書 所以 部長 我當然很高興你做一個 很有魄力的答案 我們一定來得及 但是你可以告訴我 品質呢 品質是什麼 你問品質是什麼 因為這次的課綱發展 形成到教科書到選書 其實是整套在自考這個 不是讓出版社用半年去編寫 用半年去做 但是中間有改啊 好那我再繼續往下看 請問你知道到現在為止 只有幾本過嗎 現在今天是2月20號 你知道到目前為止 已經審定的教科書 幾本 委員 我詳細的數據 因為他一直是在進行中 我跟你說 我查了五本 五本 五本 三本 國文 兩本叫做全民國防 你知道多少還在審議中嗎 叫做106本 仔細看 往下看 106本 全部都在審定中 106本都在審定中 你告訴我五月要選書 品質是什麼 你如果照你剛剛那樣講 那應該大家都差不多審定啦 這只有五本 而且這五本我要先講喔 三本國文是 一月就通過領綱囉 一月通過領綱 三本過 11月過的領綱 那是怎麼回事 所以啊 你告訴我品質沒有問題 抱歉 我要打一個很大很大的問號 我要這樣子說喔 教科書的審查是 分組專業在審 他是同時在審 並不是一組人在審 這我當然知道啊 但是我就說了嘛 以前都要一修二修三修 你這次沒時間修啦 我再給你看一個 你說我說沒道理 國教院自己的資料 來 國教院自己內部資料 審定教科書編輯到使用需要多久 三年 國教院最專業的三年 我們現在多久 半年 再來往下 好 你再看 我在拿國教院 您剛剛說的喔 就算 你說原來有草案 對不對 是 草案 好 現在說你剛剛過 按照國教院 這是國教院的資料喔 去年8月17號說 如果就算剛剛審議定了之後 也應該要給四到六個月 調整修正教科書的出稿 四到六個月 這是國教院的資料 所以請問一下 十一月過了四到六個月是多久 就六月了嘛 五月 結果呢 你現在不是耶 不是四到六個月修出稿耶 而且出稿要先說 出稿叫做出稿 還要一修二修三修 才是教科書 結果你現在告訴我說 欸 他不到一個月 自然科教書說送審耶 四到六個月 差距多大啊 部長你要不要回應我一下 是 委員不好意思 這個是國教院 請看一下 國家教育研教院的資料 不是我的資料 國教院的資料 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次課綱的發展過程 因為不好意思 我是從頭參與到尾 那我自己也在跟國民館的 館長跟國家教學員 事實上對這個實務 我是非常的清楚 也了解到 如何去確保 克剛在發行成為教科書當中 其實用了兩年 跟出版社 跟審定的委員 做詳細的溝通對話 這一些 可能跟過去 是出版社 那請問你回應一下 那你覺得 國教院是錯的咯 這並不是錯 國教院講了嘛 應該要給四到六個月 來調整 修正教科書出稿啊 這國教院的意見嘛 國教院是最專業最權威啦 那你告訴我 那就代表 所以我才說 品質勘率 就算我限縮到 四到六個月好了 國教院我標準 結果你 一個月 兩個月都不到 因為是 部長 部長 我們身為教育人員 真的啦 我覺得你誠實一點 回答比較好 我覺得 教育是長遠的大忌 尤其你知道教科書出來 是很久一段時間都不會再改了耶 我今天是很沉重在請問耶 你不要只為了要回答我問題來回答這些 這個教科書訂了之後 是要用很久的耶 你告訴我 你這麼衝突去訂出來 一用用十年 跟委員報告 因為草綱是兩年前就已經出現了 對 我知道嘛 但我就跟你說 也在這個上面 我回到這一點說 課程剛要發佈後 給予四到六 就是因為前面有兩年嘛 這我知道嘛 但起碼四到六個月也要給吧 沒有給啊 沒有給啊 你後面不都沒有給嗎 所以我就知道要問 你這教書品質什麼 尤其我說你十一月 十一月 林剛才過 十一月十二月 教科書叫送審 只給不到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耶 所有教科書 我真的非常擔憂 不只我擔憂啦 我必須說 教育現場的人都非常擔憂 再來 所以你確定所有教科書 五月都會出來嗎 審定就是到五月底完成 五月底都會 不是五月底完成 五月要選書嘛 五月要選書 我跟委員報告 所以你的意思說五月底會完成 那你今天明確告訴我們 學校幾月選書好不好 因為選完書你知道嗎 還要聯合議價啊 委員這些都是在 教育部跟國教署 國教員都是統整在同一個系統 把這些也包含跟學校 麻煩你現在告訴我 我今天是用立法文的身份質詢你 學校哪時候選書 就從審定後就開始進行 審定後什麼時候嘛 就完成審定就五月啊 你不可能叫做一本一本選吧 什麼叫聯合議價 你難道說 一本完成了 國文完成 就國文去議價 意思這樣子喔 不是 所以你告訴我 學校一般五月選書 現在幾月選書嘛 委員 你就回答這麼簡單的問題嘛 不是 他就從五月公佈之後 就開始進行選書啊 你剛講五月底完成啊 那是六月選書嗎 沒錯啊 那你就跟我講六月選書啊 回答要這麼的 這麼的繞圈子嗎 學校選書其實是在同一天 選所有的書 但是我們的統一計議價 那個其實就做好準備 對 那要聯合議價嘛 所以 好 魔教選完哪一個版本的書 只是統計數量 所以希望是六 所以你現在預期是六月 因為學校 就會比原來以前 沒有 為什麼很重要 是學校要排計畫啊 要排schedule啊 所以 原來學校都排五月選書 所以你現在要告訴我們說六月才選書嘛 對不對 是 好 那就六月選書 就這麼簡單回答一下就好啦 我又沒有說什麼 再來 再往下 請問一下 部長還有院長 我們還有所謂加深加廣的選修課程 對不對 是 請問要不要有教科書 加深加廣 全部都是加深加廣 高中 每課都有加深加廣 要不要有教科書 需不需要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整個高中課程的設計裡面 他在必修到選修 即使在高一高二高三是有不同的 加深加廣啊 我知道有的從高二開始 有從高三開始 有的高一就開始 大部分從高一就開始 我請問 所有的加深加廣的科目 會不會有教科書 我要這樣說一下 選修的部分 一般會從高二以後會比較多 因為原來 抱歉喔 不會啦 我就跟你講 國語文高一到高三 英語文高一到高三 好很多都高一到高三 再來 欸 好 藝術領域高一到高三 科技領域高一到高三 好 綜合活動高一到高三 還有 健康與體育領域也是高一到高三 有這麼多耶 我說因為 其他才是高二跟高三啊 他都是會有比較共同的核心課程啦 這些通常都是以佈定的 沒有 你只要告訴我 有沒有教科書 哪一個部分 加深加廣 加深加廣 有沒有每課都會有教科書 沒有 跟委員說 因為這次的多元選修的課程裡面 那麼並不是通通都是綠定的 沒有 我知道 校訂自己訂嘛 學校自己選修自己編嘛 我現在問的是加深加廣啦 多元選修裡面 有一個叫加深加廣嘛 這部分 有沒有教科書 你就回答這麼簡單 沒有 我要跟委員報告 因為到現在為止 目前沒有一科 沒有一個書上有在做教科書啊 原來十二年國教課綱前 我們所有的選修 說實在都是學測跟指考的選修啦 那當然有標準的教科書 但是這一次打開的是希望 學生可以學習的 不是 那你就只要回答我說 有沒有教科書啊 不是 我要跟委員報告是 這是他結構不同 如果說今天選修 你回來之後 當然是有教科書啊 不是 我發現 你還沒有進入狀況喔 你目前加深加廣 只有七科 需要審查 有七科需要審查 為什麼七科要審查 因為指考要考 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 應該要有教科書 但是你們不審查 但是我要請問啊 要考的就要審查 不考的不用審查 是這樣嗎 還有請問一下 我為什麼要問你說 到底有沒有教科書 這問題你要回答耶 因為我抽問了 抱歉 我先跟你講 我抽問了雙北 一些前導學校 加深加廣有沒有教書 他們都告訴我 會有 會有 今年18年 108年開始 就會有開加深加廣課 大家都認為 會有教科書 所以你今天要告訴我 有沒有教書 如果沒有 你要很明確的告訴大家 沒有教科書 請老師自己準備 學校自己準備 不定的選修 這個就是所謂 會有教科書的 加深加廣 這是不定的嗎 因為比如像指考科目的 數學 物理 這些本來就有加 部長 國旅文你們也有科名耶 如果今天是一個資訊課程 什麼 這不是有不定的啦 但我就要講啊 那通通會回答原來的縣說啦 你以不定來說 全民國方也不考啊 為什麼要審查 那為什麼到加深加廣 你說國文不考 那為什麼不用審查 標準是什麼 你告訴我標準是什麼 不定的 全民國方也不用考啊 你還是要審查 要審定啊 到了加深加廣 只考的才要審定 其他不用審定 那所以 我不知道教科書的標準是什麼 再來還會問的 你還是沒有回答 到底有沒有教科書嗎 你如果告訴我沒有 那我會通知 告訴他們說 告訴學校說 是沒有教科書的喔 所以加深加廣 請學校 請老師 要自己 針對 不 列出來的 加深加廣的 課名的內容 自己 要去選書 或自己要去做教材 你在這邊回答 我是不是這樣 這個答案很重要 我現在一分多鐘 請告訴我答案 委員你一直用選修 選修有沒有叫 我一直在跟你解釋 我是說加深加廣 我沒有說選修 所以這個就會對接 部長 我是說加深加廣 好嗎 加深加廣 我拿起來 加深加廣 不是選修 是選修的一部分 加深加廣 是我們對一個領域學習的用詞 但是今天我們會討論到的 為什麼會有固定選修 那個就會對接到 他要進行 部長 國語文 你就列了四個名稱 國文表達與傳播應用 各類語文選讀 不是就有名稱 怎麼會沒有呢 這是選修裡面的加深加廣 所以怎麼會叫做 這跟一般選修是不一樣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本來還要問一個銜接 我沒有詳細的我再跟委員詳細說明 我根本就已經來不及了 最後一頁 其實我講的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因為教科書第一個 佈定的 到現在106本還沒審定 再來加深加廣 教科書一本都沒有出來 還回答不出來 到底有沒有教科書 再來很多我們關心的多元選修 前一頁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想因為沒有時間 但是我要請問是 今天部長你說的 六月一定選書 品質一定保證 加深加廣 所有事情都沒有問題 你在打包票沒有問題 要你會做政治負責 是 跟委員報告 108課 編書喔 不只是編這本書喔 你知道還有教師用書喔 所以你要告訴我 你都要編得出來 不只這本書還有教師用書 我光拿一本英文 這三大本一冊 你要告訴我編得出來 開始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